奉承圣明说话,首先向弟兄姊妹来问安。 如果我们看白板上的题目就是关于独一真神, 可是今天我不是,对不起,独一真教会,可是今天我不是要来说明独一真教会。 我是要向大家说明最近已经攻击教会的事情。 有些人说撒旦是自存的,所以希望借着神的能力我们可以从圣经当中找到答案。 来向大家回答这个问题,就是有些人说撒旦是自存的。 首先我要告诉大家这个原因,为什么我要和大家分享这个题目。 在教会有很多神的工作,工人,他们就好像守望者。 其中一个工作就是要来吹号角,尤其是他们看到危险到来的时候。 有些人就说在马来西亚它不是一个重大的问题。 可是我所知道的是迟早这个事情会临到这里。 所以我们先明白这个事情比较好。 让我们可以先祷告,先准备自己来面对这项事情。 这就是第一个原因。 我也想和大家来念一下马太福音二十四章。 马太福音二十四章。 四节五节。 耶稣回答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 因为将来有好些人。 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 这就是主耶稣先给我们的警告。 他告诉我们说,迷惑将会来到。 所以我们一定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我们。 我们怎样可以不被迷惑呢? 除非我们了解圣经。 除非我们了解事情是怎么样来的。 除非整个教会都团结起来,不然的话整个教会都会被迷惑。 我们再念同一章。 二十三节。 二十三节。 那时若有人对你们说基督在这里,或说基督在那里,你们不要信。 二十四节。 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大神迹大奇事,倘若能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 主耶稣的预知就是,未来的时候,末世的时候将会很多人被迷惑。 包括那些选民,包括你和我。 主耶稣也告诉我们, 假基督和假先知将要起来显大神迹。 我们要明白这一段话是说着我们, 这是将会发生的事情。 因为这是主耶稣嘴巴里面所说出来的话。 所以假基督和假先知将要起来。 我不是在这里要吓你们。 我几乎体会到主耶稣所说的。 我是重复耶稣所讲的。 因为这是主耶稣告诉我们的。 我们也在念二十六节。 二十六节。 如果有人对你们说,看基督在旷野里,你们不要出去。 或说看基督在内屋中,你们不要信。 就好像主耶稣还没再来之前,好像我们找不到他。 就好像选民都被迷惑了。 为什么呢? 因为假基督和假先知迷惑了我们。 我们再看路加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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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华文的翻译不是很清楚。 如果我正确实, 中国人说是Christ, I am Christ。 华文是说到我是基督。 如果您再看路加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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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文的有不一样的版本。 英文的有不一样的版本。 耶稣说你们要谨慎,不要受迷惑。 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 英文是这样说我就是他。 又说时候近了,你们不要跟从他们。 所以在这里路加福音所说的神观。 神观开始混乱了。 所以当基督说明这一个迷惑的事情。 当基督说明这一个迷惑的事情。 这里就开始讲到了关于了神观。 神观的混乱。 因为很多人会说我就是他。 因为很多人就会说我就是他。 如果我们看旧约。 这个我是他是谁呢? 我们转向以赛亚书。 我们转向以赛亚书43章。 以赛亚书43章。 我们读第十节。 43章十节。 耶和华说你们是我的见证。 我所拣选的仆人既是这样便可以知道且幸福我。 又明白我就是耶和华。 在我以前没有真神。 在我以后也没有。 在英文的版本这里是说到要幸福我。 因为我就是他。 所以我是他就好像我们给神的一个称号。 我们转向以赛亚书46章。 以赛亚书46章。 第四节。 以赛亚书46章第四节。 直到你们年老我就是他,我仍然这样。 直到你们发白,我仍怀恶。 我。 同样的这句话是用在神的身上。 就是真神,那全能的神就是他。 我们也在念48章。 以赛亚书48章。 十二节。 十二节。 四十八章十二节。 雅各我所选招的以色列亚当听我言 我就是他 我是首先的 我也是末后的 所以这章节是一直不断的重复 我就是他 所以当我们读圣经 耶稣说这迷惑将会来到 因为人们就会说我就是那个他 如果我们看旧约的出埃及记 耶稣怎么来称呼他自己 对不起 神怎么来称呼他自己 神说我就是他 对不起 我是 这我是是什么意思呢 这我是就是神 如果读英文的 你读这个主的时候是大字母的 这主这个字就是等于了 我是 什么意思呢 他就是自存的 我们来看以赛亚书 以赛亚书45章 以赛亚书45章 第五和第六节 以赛亚书45章5到6节 如果读英文的可以注意看他们的章节 Here it says I am the Lord L-O-R-D in capital letters 我就是神 那神这个字是大字母的 主 And then it says And there is no other 在我以外 在我以外并没有别神 There is no God beside me I will gird you Though you have not known me 除我以外 再没有别神 Now read verse 6 第六节 That there may know From the rising of the sun To his setting That there is none beside me I am the Lord And there is no other 从日出之地 到日落之地 使人都知道 除了我主以外 没有别神 We read the chapter 45 verse 18 我们读45章18节 verse 18 For thus says the Lord Who created the heavens Who is God Who formed the earth And made it Who has established it Who did not create it in vain Who formed it to be inhabited I am the Lord And there is no other 创造诸天的夜华 制造全地 成全大地的神 他创造坚定大地 并非死地荒凉 是要给人居住 他如此说 我是主 并没有别的神 OK Let us look at this statement 我们来看这一句 OK I want to How can I put it Paraphrase it slightly 我要再来陈述一下 Paraphrase OK I am You know the Lord is a reference to the self-existence of God 我们知道主是 讲着那自存的主 I am the self-existent one 我是那自存的 OK And beside me There is no other 除了我以外 没有其他的 Meaning Apart from the Lord Being the self-existent God 所以就是说 除了主 神是那个自存的 There is no other 再也没有其他的 What does it mean? 什么意思? It means that No one can be Like God Being self-existent 没有任何 可以像神一样的 自存 So you find that The Old Testament Scriptures tells us very clearly So旧约很清楚地 告诉我们 He is the only self-existent God 只有他是那一位 自存的神 And this idea is repeated Throughout the book of Isaiah 然后这一个 这句话 一直在以赛亚书重复 That's why today we believe that Apart from God Being the self-existent God There is no other 所以我们相信 除了神是那个 自存的神以外 没有其他的 This is what the Bible says 这就是圣经所说的 I want to read Nihimaia 我们来看 Nihima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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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pter 9 Nihima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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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 read the verse 6 Chapter 9 Nihima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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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think it will be good If someone can project the verse That I'm talking about On the screen 我们可以把字幕打出来吗 so that I can explain it better 尼西米纪九章六节 what version is this this one is not NKJV you know you alone are the Lord God I think this is NIV version never mind okay now if you read the NKJV version it said you are the Lord God Lord is in capital letters 你就是那神 主神 you alone meaning only God is the self-existent one 唯独你 就是说神是那个自存的 no other spirit is self-existent 没有其他的灵是自存的 this is what the Bible says 这是圣经所说的 I merely show you what the Bible says 我只是把圣经所说的给你看 I have not injected my ideas into it 我没有把我自己的意思 来说明给你 so today if someone comes to you so today if someone comes to you and said to you that Satan is also self-existent 然后告诉你说 撒旦也是自存的 do you think it's accurate 你认为是对的吗 judging from what we have read so far 我们读了这么多 can it be true that Satan is also self-existent 我们可以说 撒旦也是自存的吗 we know that the scriptures is inspired by God 我们知道圣经是神所漠视的 it's like God you know saying to us through you know the ancient prophets 就好像神通过 以前的先知来告诉我们 and now someone comes around 然后现在有人来告诉我们 and said to you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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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 know the guy over there is also self-existent 你知道吗 其实那一位先生 也是自存的 you know this is a very how can I put it this is this is a very serious offense against God 其实这是对神 很大的羞辱 得罪神 because it's a blasphemy because God himself said He alone is the self-existent God 因为我们 藐视 褪读神 是因为只有神 是那个自存的 it's like saying that God you are lying 就好像说 神你是说谎的 这是对的吗 当然是错的 我们从圣经看几个章节 你看诗篇 我们看八十九篇 我们看八十九篇 我们 read 第六节 第六节 Psalms chapter 八十九篇 第六节 诗篇八十九篇 第六节 《for who in the heavens can be compared to the Lord who among the sons of the mighty can be likened to the Lord》 在天空 谁能比神呢 神的宗旨中 谁能像神呢 这在讲着两种世界 一个是属灵的世界 一个是属世的世界 所以在天空 就是说 在属灵的 这一切的灵 谁可以跟神来相比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我们每一个人都明白的 都知道答案的 没有人会相信 有一个这么样的 一个人或者灵 可以来和神相比 所以在神的宗旨当中 谁能和神相比呢 没有人可以和神相比 所以圣经说 祂是那个至高的神 你看《丹尼里书》 《丹尼里书》 《丹尼里书》第四章 《丹尼里书》第四章 第二节 《丹尼里书》第四章 《丹尼里书》第四章二节 我乐意将至高神 向我所行的神迹 其实宣扬出来 这我们所敬拜的神 是至高的神 这至高 至就是最高的 没有人可以再和祂相比的 然后神说 祂是至高的神 祂是唯一一个最高的神 我们是谁可以说 撒旦就好像神一样是自存的呢 所以难怪耶稣会预定 就告诉我们说 这迷惑将会来到教会 神官的混乱将会来到世界 如果我们不清楚了解 神是谁 就会有这混乱 然后问题会存在在这教会里面 如果这神官是混乱的话 你会看到教会其他的教义 也会有混乱 当这撒旦是自存的 这一个观点 来到教会的时候 你就会看到 开始有很多人 来改变这教会的教义 有些人就说 真耶稣教会是真教会 可是不是唯一的真教会 有些人也把圣灵的教义也改变了 有些人说 你受洗过后就领受了圣灵 然后这观点已经在教会来传开 因为这神官已经混乱了 所以我们要很谨慎 这是神的真教会 我们要来持守着真理 我们要有信心来持守 我是从西方来的 虽然我是从马来西亚来的 我去到哪里 我就和大家说着这一件事 因为我们知道这混乱都被淹没了 如果我们没有做一些行动 如果我们发现的时候 已经太迟了 有一些传道人还相信 有一些信徒已经是不开始在相信 这真正的教义了 那些相信撒旦是自存的这个观点 包括了长老只是传道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到处都是迷惑 所以希望弟兄姐妹可以认真的来为这事来祷告 一定要有勇气 有信心地来持守我们的信心 我们看 诗篇95篇 诗篇95篇 读第三节 可以投影出来吗 诗篇95篇第三节 因主是最大的神 是那超乎万神之上的大王 根据约翰福音 撒旦是世界的神 如果我们看这个章节 这神 我们所敬拜的神 是超乎撒旦的 他就是那个最大的神 撒旦是谁呢 圣经很清楚地说明 没有人可以和神相比 只有神是那最大的神 因为他是那最大的王 他可以统治这万神 如果我们看清楚地看这第二句 这作者写到了王 王的职责是什么 就是来统治 他是最大的 所以这大王来统治了其他的神 这一些所谓的神 都是在这王的管辖之下 是很清楚的 我们看96篇 诗篇96篇 第四节 四节 因耶华为大 当受极大的赞美 你看最后一段 他在万神之上当来受 我们应该 当受敬畏 我们应当受到惧怕 为什么 每一个 为什么 这些神都会来惧怕他呢 因为他是最大的王 他统治了整个宇宙 包括了在属灵 灵界上的所有的灵 所以每一个灵都要来惧怕他 他是最大的神 我们看97篇 诗篇97篇 第七和第九节 诗篇97篇 7节 9节 愿你却 侍奉雕刻的偶像 靠虚无知神 自夸的都蒙羞愧 万神啊 你们都当拜他 根据圣经 世界上所有的神 包括撒旦 都要来拜这真神 为什么今天我们要来崇拜这真神 因为他是创造者 he is the only supreme god in the entire universe 他是在这个宇宙里 最大至高的神 that's why we show our reverence to him 所以我们向他 显明我们的敬畏的心 and now you can imagine how wrong it is for us to say that satan is also self-existent 所以你可以知道 如果我们说 satan是自存的 这有多么的错误 实际上他和旧约圣经 完完全全的冲突 satan must come and worship the true god satan要来敬拜这真神 我们看雅各书 chapter 2 雅各书二章 James chapter 2 雅各书二章 we read verse 19 James chapter 2 verse 19 雅各书二章 二章十九节 chapter 2 verse 19 二章十九节 you believe that there is one god who you do well even demons believe and tremble 你信神只有一位 你信得不错 鬼魔也信 却是占尽 there is only one god 只有一位神 actually there is you know to say that there are many gods it's not accurate according to the scriptures 其实如果 依照圣经 你说有很多 其他的神 这是不对的 all these gods are false god 因为这些神 都是假神 there is only one god who is true there is only one god who is true and this god is the fa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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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we know that he is Jesus Christ we know that he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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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pter chapter 8 Glindor 前书第8章 we read verse 4 and verse 6 we read verse 4 and verse 6 we read verse 4 and there is no other god but one 论道师 既偶像之物 我们知道 偶像在世上 算不得什么 也知道 神只有一位 再没有别的神 六节 yet for us there is one god one god only one yeah the father of whom are all things and we for him and one lord Jesus Christ through whom are all things and through whom we live 然后我们只有一位神 就是父 万物都本于他 我们也归于他 并有一位主 就是耶稣基督 万物都是 接着他有的 我们也是 接着他有的 now so this is what the bible says about god who he is 所以就是 圣经说 神是 水 he is the only god only true god only self-existent god 他就是 只有那一位的神 就是那一位父 he is the jealous god 他是一个 忌邪的神 so we cannot you know like share his glory with satan 我们不可以 把他的荣耀 来和撒旦 一起分享 because this being self-existent is the uniqueness of god 因为自存 就是神的特别 because he is the one who has created the universe 因为只有神 是创造这宇宙的 the existence of the universe points not only to the existence of god but also to his status of being the self-existent one 这宇宙的存在 不只说明了 神的存在 也说明了 神就是那一位 自存的 and he is the only self-existent god 也只有 他是那一位 自存的神 so this is what the bible says 这就是圣经所说的 now I want you to look at sout of the passages concerning satan 我要让大家来念一下 有关撒旦的章节 first we need to understand that satan is under the control of god 所以我们先要明白 撒旦是在 主神的管辖之下 we turn to first john 约翰一书 chapter three 圣经书第三章 chapter three we read verse eight 圣经书三章八节 first john chapter three verse eight 圣经书三章八节 he who sin is of the devil for the devil has sin from the beginning for this purpose the son of god was manifested that he might destroy the works of the devil 犯罪的是属魔鬼 因为魔鬼 从起初就犯罪 神的儿子显现出来 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 you know those who believe in the self-existent of satan 我们知道那些 相信撒旦是自存的 they have changed the meaning of this verse 他们把这一节的 意思都改变了 and they said satan appeared in the form of sin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他们说 撒旦 用罪的 以罪的形象 以罪的形象 来出现 从起初就这样 如果我们看这章节 这不是这里所说的 这里说的是什么 他从起初就犯罪了 犯罪是什么意思 第四节很清楚地说 第三章第四节 凡犯罪的就是 违背律法 违背律法 就是罪 如果说我犯罪 就是我已经违背了 神的律法 我在神的管辖之下 但我们看这一节 看回第三章第八节 魔鬼犯罪 他从起初就犯罪了 他就是第一个 来违背神律法的 所以约翰说 他从起初就犯罪了 如果他是另外一个自存的 为什么约翰会说 他已经违背了神的律法 如果相信撒旦是自存的话 撒旦就不在神的律法之下了 因为宇宙当中 已经有两个自存的 一方面和另外一方面 没有什么关系 可是从这一节 我们可以看到 魔鬼是在神以下的 我们看提摩太前书 提摩太前书第三章 第六节 提摩太前书三章六节 出入教的不可做监督 恐怕他自高自大 就落在魔鬼 所受的刑罚里 这是保罗给提摩太的劝勉 当他要选择神教会的工人的时候 提摩太一定要小心 不要选刚入教的来做监督 就好像在真耶稣教会 我们小心我们不随便选一位信徒 来做教会的执事或者长职 我们选一些很属灵的 而且在教会有一段时间的人 我们不可以随随便便的 来选人做教会的长职 原因是因为怕这个人 会自高自大 这样他就会落在 魔鬼所受的刑罚里 首先先要知道 为什么魔鬼会这样的被罚呢 从第六节你就可以自己找到答案 他一定是先有着骄傲 所以保罗才告诉提摩太说 你要小心 不要选任何人是初入教的 因为这个人会自高自大 如果他骄傲 他就会落在魔鬼所受的网罗里 如果我们看 约翰一书的三章八节和提摩太前书的三章六节来比的话 我们就可以看到魔鬼犯罪是因为他骄傲 如果我们看这宇宙 看圣经 神造了两种灵 根据圣经 神是自存的 所以他的灵不是被创造的 从圣经我们知道 人的灵是被造出来的 我们也知道天使是被造出来的 所以从诗篇和西伯来书就说明到 这天使是福音的灵 这天使是福音的灵 所以只有两种灵被造出来 我们可以看到魔鬼撒旦也在这里 所以有些人就会问 撒旦从哪里而来 撒旦这个字是什么意思 抵抗者 不要想象撒旦是牙齿很长 有长头发的 有很大的爪子 我不知道怎样形容 撒旦就是抵抗者 有一次彼得向耶稣说 你不可以来受钉在十字架上 耶稣对他说什么 撒旦退我去吧 你是那抵挡神的 从圣经很清楚 因为撒旦要来提高自己 像神一样 所以他就成了神的抵抗者 所以圣经说撒旦 这就是撒旦的意思 所以从圣经很清楚地说 有两种灵 人的灵和天使的灵 当我们读旧约 我们可以看到这 基督博 和受高的基督博 得罪了神 我们看以西节书 以西节书28章14节 你是那受高折烟 约贵的基督博 我将你安置在神的圣山上 你在发光如火的宝石中间往来 15节 你从受造之日所行的都完全 后来在你中间又查出不义 所以当基督博被造的时候 它是完全的 但是这里是讲到 有一段时间过后 就在他的身上查出不义 所以如果你念16节17节 这里很清楚说到 他被提升了 有些人说 这个章节不是在说撒旦 首先我们要先来明白 撒旦这个字眼是什么意思 就是来抵挡神 当神创造这宇宙 他每一个 百物都依照自己的次序 就算是天使都有他的一群 所以就算是天使或者是人都要在神所定的疆界里面 所以任何一个要来超越他们自己的疆界 这灵或者这人就会成为这撒旦 这抵挡者 有些人说28章不是来讲述撒旦 因为在讲着推罗王 如果我们再读先知书 有一点我们要来记得 有些时候圣经所说的 是在形容着这世上所发生的事情 或者是历史上所发生的事情 来讲述天上的事 因为这里很清楚地说到 以西节在讲述这受高的纪录博 他成为骄傲了 所以真教会 真耶稣教会就很相信 这是撒旦的起源 有些人说这是不对 为什么 因为起初 他们信仰的根基就是错误的 因为他们不相信 约翰义书三章八节所说的 魔鬼从起初就犯罪了 那个是我们起初 信仰的根基 我们要知道那一位 说撒旦是自存的 他本身就不相信 约翰义书三章八节所说的 魔鬼是从起初就犯罪 很清楚地来讲到 这 杨义明不相信这一点 他的信仰根基就是错误的 所以如果我们信仰根基就是错误的 圣经上有很多所说明的 我们都不相信 因为对我们来说是不合道理的 如果我们的信心从教会的根基 挪移了 我们就会开始觉得 我们不相信教会的教导 因为我们信仰的根基是错误的 我们要很小心来知道这一点 这是属灵的战争 有些人说 我们应当让别人来 抒发自己对圣经的了解 这是很危险的 因为我们是被神的大能 还有祂的律法来统治之下 而且圣经告诉我们 我们只有一种的信仰 就是一信 保罗说只有一喜 一喜一信仰 什么叫一信 就是说是神给我们的 这一个的信仰 如果有任何东西 和这信仰来抵触 会让我们来 从此不再相信这一份信仰 我们再看路加福音 路加福音第八章 第五节 路加福音八章五节 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 撒的时候 有落在路旁的被人见他 天上的飞鸟又来吃尽了 十二节 这是主耶稣所给的解释 十二节 那些在路旁的就是人所听了道 随后魔鬼来 从他们心里把道夺去了 恐怕他们信了得救 第五节说到这道理被人见他 这见他是什么意思呢 这行为就是说藐视 就是来轻看神的话 我们来说就是藐视神的话 如果我们这样做 根据耶稣 天上的鸟会来 这天上的鸟是谁 就是魔鬼 他会把神的道 从我们这里来夺去 使我们远离着救恩的道 我们就不能看到 神的福音在前面 我要向你说一个见证 有一个教会的工人 他怀疑了教会的基本信仰 就是关于圣灵的教义 有一天我被拆派到那一个教会 我们就有这个长职的讲习会 工人讲习会 我们就谈论到圣经 我们明白这个人就 我们就发觉到 这一个工人 对圣经有很多的不了解 在讲习会当中 我们就邀请他来说一段经节 我们都很惊讶 因为他比出信的还不如 他是全职工人 为什么他会不了解这圣经 只有一个可能性 撒旦已经从他心中夺去了神的话 所以他已经对他的信仰 信仰对他来说已经没有道理了 所以我们要对我们的信仰很认真 这不是开玩笑的 我们不可以挪移我们的信仰根基 今天我们在真耶稣教会 我们要清楚明白这是神的祝福 我们可以来明白神的真道 因为是圣灵的 圣灵的启示 光照 所以我们可以来明白 我们不要自以为聪明 然后我们把自己的信仰根基 从教会的根基来挪移 我们就会被欺骗 圣经说 骄傲就是自欺的 我们看俄巴迪亚书 我们看俄巴迪亚书一章三节 只有一章三节 我看俄巴迪亚书一章三节 你因狂傲而自欺而被骗了 你心中的骄傲让你被欺骗了 你心中的骄傲让你被骗了 希望每一个人都可以来 顺服神的掌权之下 我们要明白我们什么都不是 不是因为神的恩典 我们今天才在这里吗 所以我们如果不可以在人 或者在神面前来谦卑 这自欺就会临到 这迷惑就会临到 然后我们就会被骗了 我们一定要时常提醒自己 我们一定要来顺服在神的掌权之下 雅各书 雅各书第四章 第七节 雅各书四章七节 故此你们要顺服神 勿要抵挡魔鬼 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 十节 勿要在主面前自卑 主就必叫你们升高 我们要来顺服在神的掌权之下 我们就不会来抵挡神 我们就不会成为撒旦的朋友 所以我已经说明了 撒旦从起初就犯罪 因为他骄傲 我们可以看到这是撒旦的本性 所以我们从起初就可以看到 魔鬼的本性已经显明出来 我们看创世纪 创世纪第三章 创世纪三章 第五节 三章五节 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 眼睛就明亮了 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 这是魔鬼的一个计谋来欺骗夏娃 他对夏娃说 如果你吃这果汁 你的眼睛将会明亮 第二句就说到 你就会像神一样 这就是起初撒旦的本性 可以看到很多魔鬼的试探 都和这个骄傲有关 为什么真耶稣教会的工人 会抵触着自己的信仰 不是因为骄傲吗 因为他要和别人不一样 骄傲 这就是魔鬼的计谋 在神的教会 我们要以谦卑的心来来到神的面前 不然的话我们就会被骗 这是从起初魔鬼的本性 所以希望我们可以抓住这个一个信仰 如果我们抓住这个信仰 我们读圣经的时候 圣经的道理 对我们来说是很有 很可以明白的 这位工人 杨一鸣就一直提到 撒旦是自存的 他已经被除名了 因为他没有改变 他没有悔改 所以他就被除名了 所以对我们来说 我们不要和他有什么关系 不要看他的网络 他有很多很忠心的支持者 粉丝 一直到处去来欺骗别人 他们都一直在隐藏 因为我们只是看外表 我们是分别不出来的 如果你和他吃饭 他就会和你交谈都没有问题 他可以告诉你 关于神的很多事情都没有问题 当来到真理的时候 如果我们说到神是那自存的 他的本性就会显露出来 我们要明白这一点 因为这教会是属神的 我时常相信这一点 如果我今天死了 教会会继续地来发展 因为这教会是属神的 不是属我们的 我们很幸运 很幸福地来享受 这神的身体 所以我们所当作的 就是要在他的面前来谦卑 保守自己在这信仰里面 我们来默祷 拿给他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